有话就直说 我不喜欢多倩子 我曾经跟你提过 我和她 共同就读于同一所大学 也都同时爱上了香兰 可为什么在认识之初 她要对你有所隐瞒呢 并且现在来看 你不觉得这个隐瞒 有些不符合逻辑吗 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吧 先生 是不是从一开始 你就是带着私人目的 选择投资源计划的你 是 而且我就是冲着周小山 并且关于她 我还知道一个更大的秘密 什么秘密 我们换个地方了 好 是周小山吧 我担心了 小姐 请进 阮先生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 你和张晓珊到底有什么关系 九小姐 没有人告诉过你 不要随便跟陌生男人进房间吧 什么意思 你说 别过来 别过来 陈嘉宁 杀了 别过来 我还想要你 你干什么 想杀了我 来啊 军嘉宁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 好 来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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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宁 杀了我 放手 放手 杀了 姐 没事 陈嘉宁 正好杀来了 他会替你顶罪的 方子仲仲 陈嘉宁 今天那重头戏还没上呢 陈嘉宁 陈嘉宁 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周小山 其实 任何上 可 可让你怕 你也会怕 我怕你 我怕你 我求你 我求你不要说了 我告诉过你要不跟我回去 要不然邱小姐现在就会知道你的真实是什么事 你逼我 我真硬心吗 周小山 你不怕 你不怕 你走啊 你够着 你不就是恨我 恨我害死了小兰吗 靠 我还 我以为你 李李 周山 九小姐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话单独跟她谈 周山 小娘 你先出去 周山 童山 我 我也要把你帮 told你 他 你 什么 funcion 回去是地狱 被邱家宁知道真实身份也是地狱 相比之下 死是一种解脱 你知道我为什么无所不用其机 才要逼你回去吗 因为你恨我 你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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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向来还活着 你说什么 不可能 我向来已经死了 怎么可能 向来没关在疗养院 向来没关在疗养院 查制裁这个老东西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定期去这家疗养院 对外名医师体检 其实是进去探望被囚禁在里面的向来 你确定吗 我这次回来 就是和她做了一笔交易 她让你带我回去 同意你见向岚 可是我不明白 当初她主动把向岚提议嫁给我 为什么在我和向岚的生活过于平静之后 又把向岚藏起来 知道她已死的假象 为什么我不懂 你说什么 你说向岚嫁给你是扎之财提出来的 可是当初 她跟我说是你们阮家逼她这么做的 你不懂 扎之财 扎之财这个老东西 居然连亲生女儿都可以利用 她把向岚嫁给皇后 然后对你说向岚是因为你 所以牺牲了她的一辈子 甚至不惜知道她已死的假象 让你一辈子都愧疚于她 可是我没有算什么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而起来的 你逃脱不了干系 可是 不知道怎么跟邱嘉宁开口 对不对 将来没有死 你和邱嘉宁怎么办 我知道你怎么想 想来生死为了 想来生死为了 你怎么能安心过你现在的生活 你的良心能安宁吗 你干了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早就已经下定决心 要和过去一刀两断 我是不会回去的 最后问你一遍 你走不走 你别逼我 这么多年来 我阿嬷是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但我知道我阿嬷死了之后 只有邱嘉宁 还能让我活着 如果你逼我 刚才那把刀 就是我唯一的态度 我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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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能让你救我 我求你 就是我 我求你 我求你 香 香兰 香兰倒也嫁给上门招 难道你忘了香兰了吗 你忘了香兰为了救你付出怎样的代价了吗 我告诉你 人是不能走错路的 你走错了一次 就要用一辈子代价来偿还 这次情 周晓山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今天叫我来 说是要让我知道 无为人知的重要上的一面 无情的宿命 所以你除了扎之财 向兰 阮文昭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满着不得 就让世界静止在家 就把背影交易伤 两个灵魂哭着把汗 剩下了平安的离觉 导致思月 我们还爱有个惯 不想不想不想与你 都想到见你 你想跟阮文昭回去 解开香兰的谜团对吗 我想 可是我不能 你 entsprech着的 你可以帮我 真爱误 你 好不好 不能 如果没有过去的种种 你就不会是今天的你了 如果我否定你的过去 就是否定了我今天对你的爱 而且我知道 向兰一直是你快不过去的那道坎 所以 佳琳 我 周浩珊 你必须回去 但你别忘了你也必须要回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在这儿等你的 就放弃无悔的精神 为你的建议 就让世界听着定格 等着 我跟着回去 就放弃无畏的精神 为你的家 为你的 为你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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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